为了被吃掉,它已经进化成呆滞的模样,更是做到了身体被吃去一半还没发觉的境界。 眼前这条圆润的海货就是鲜有问津的翻车鱼,在国内它独特的寓意令渔民闻风丧胆,但到了国外它却成了一等一的珍品海货,相比于常见的海味。 翻车鱼独特的肉质结构根本吃不出腥味,即便是弹鱼色变的新手也能大快朵鱼。 为了让鱼肉的滋味更加爽滑,师傅只会取用鱼肚部分的鱼肉制作,将鱼肚切分成小块,卸下内脏的筋膜,七星刀沿着皮肉边缘滑动,将嫩白的鱼肉取下。 从小吃着极致鲜嫩翻车鱼长大的老板,对翻车鱼的处理有着极高的噪音,继续将鱼肉改刀成5毫米厚度,下入废水进行熬煮。 随着熬煮的深入,鱼肉也有原来的乳白色转化为剔透精英的果冻状,捞入冰水锁住口感,滤干多于水分盛入盘中,点缀上五颜六色跟特制酱料。 一道四面飞面的海味大餐就制作完成了,一般是一人吃一盘,一口下去就足以让普通人一天白干。